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去别人公司我肯定我天天操心 你去哪个公司呢 叔叔把他公司买一下 去别人公司 前几天 叔叔叫我后天去 吃上班 你跟你妈妈他们商量的怎么样呢 不是说你跟你妈妈他们商量去 是每天去都要回来还是住在公司呢 如果去远一点的公司的话 就可能要住在公司 你如果去外边上班 你妈妈他们会反对吗 不知道 我跟他买着一个果子 他们可不可以吃一个吃呀 对对对 你们说他去公司上班 他是 这个好安逸呀 就是住在公司吗 还是回来 真的 因为他说他给他妈妈商量 但他们家人好像都不怎么待见我 我都 我估计的话 他们家的人也不会让他出去 你们说怎么办吗 哎呀真的 现在他们亲戚来了两个了 又来了两个亲戚了 他们都盯着我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怎么说呢 他们每天都来这玩的 那怎么办呢 我待会儿我来了 我走了他们会不会骂你 不会的 你可不可以给你妈妈他们商量一下 你下来你 就在叔叔公司上班 好不好 因为你也需要一份工作吗 哎呀他们也希望你找工作 你在哪里找到找 为什么不能在叔叔公司里边上班呢 对不对 咱们中文家人们 今天他在哪上班都是上 为什么就不能在我的公司里边了 无神易经吗 在咱们公司里边的话 还可以有个噪音 对吧 对对对 无神易经 无神易经 真的呀 真的呀 无神易经 别人公司小 咱们就把公司给买下来 一天天 不然咱们这个样子得担心他 今天 待会儿叔叔走了 他们是这样的话 咱们中文家人们 他们就说 今天他们家的一些邻居 还有他们亲戚 可能不怎么待见我 真的 但我觉得吧 可能有个过程 咱们有个了解的过程 现在他们家又来了好几个人了 我都怕待会儿我走了 他们说几年 因为啥 咱们语言又不通 我是 我是汉族的 知道吧 我跟你们一样 我们说的都是普通话 但他们不一样 他们说的都是 他们少数民族的语言 我又听不懂 知道吧 你们说怎么办吗 真的 我不可能 去把他们语言再学习一下呀 那多麻烦呀 对不对 咱们中文家人们 我也听不懂他们说啥 他们现在盯着我呢 在那指手花脚 可能骂我都说不定 哎呀 真的 我现在我 我头疼 我头都大了 怎么办吗 是吗 我觉得男人得主动一点 然后可能男人嘛 咱们可能也得脸皮厚一点 对不对 我是都要打算的 只要他们 咱们说小声点 只要他们不要来怜我 不要来赶我 赶我走 咱们就死皮赖一点 咱们就在他家门口坐着 好不好 咱们主管家人 只要他们不要来怜我 不要放狗来咬 叔叔 叔叔 我就赖在这了 反正咱们 我 反正他们说啥我也听不懂 我说啥 他们也听不懂 沟通一下 但他们最主要 其实他妈妈还好 他的爷爷来的都还好 他们都 我都见过 咱们印象也挺好的 最主要是他们附近的一些邻居 他们家的一些邻居 知道吧 附近的邻居 还有他们 有一些远方的亲戚 哎呀 好不好 咱们就死皮赖念 哎呀 我管他三七二十一的了 哈哈 亲眼 叔叔 赖在你家 你会不会讨厌叔叔 不会 于是 于是他 你看你们看 今天他都 他不会讨厌我 于是他都希望我 我就死皮赖你在他们家 这个样子好吗 以后我就保护你 你保护我 低一点点 哎 那你不怕被他们骂吗 你这几天 你想 你把这件事给想明白没 今天 你怎么想的 你说一说 咱们这样讲嘛 今天 嗯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无论是婚姻也好 哎 就 就咱们不知道是不是 哎 这个婚姻 就就说如果是婚姻的话 或者是你自己的朋友关系也好 亲情也好 你真的自己要有自己的主见 因为哪怕是结婚 那是你自己结婚 又不是他们结婚 对不对 对不对 今天 好 你自己结婚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幸福一辈子的事 怎么能够让别人来给你做决定呢 哎 你不是说你要当我妹妹吗 那你就要 他现在暂时可能还改不过来口 你叫他 那你叶哥哥吗 哈哈哈 你想这样叫 叶哥哥好奇怪呀 你想这样叫我也能接受 叶哥哥 然后你就叫我姬妹妹 好好奇怪呀 妹妹你做船头 哥哥在暗上走 就是 你怎么打算的 因为刚刚叔叔也想说了 我接下来我准备怎么样 就我接下来肯定我就准备厚脸皮 哎呀 我就死皮带脸的 好不好 咱们主婚家的 我就厚脸皮 我接下来 我就死皮带脸 我反正只要他们不要不要打叔叔 真的 最后不要动手 是这样的 咱们就忍住 咱们就厚脸皮 咱们就赖在 就可能随时赖在他家 好不好 咱们主婚家们 你们觉得叔叔这招怎么样 哎呀 反正我觉得嘛 哈 真的 我们还是要 也就是我的话 还是要主动一点 对不对 来你说 谢谢 我说上一次 那个事情是这样的 啊 因为 呃 我是 是不许的 少数民族啊 我们家是一族 我的爸爸他们是七兄弟 几兄弟 七个 七个 你爸爸 男孩子 生了七个男孩子 你爸爸 对 然后 就是我爸爸是老大 啊 你爸爸是老大 我爸爸的他们七兄弟的儿子 他们的媳妇都是一族 然后他们儿子的老婆也儿媳妇去全是一族 意思他们找的都是传宗节在家里面全是一族 就没有一个跟外界通婚的 嗯 然后我妈妈他们这边也是七个 啊 他们有个我有五个姨妈 他们有跟其他族的通婚的吗 一个都没有 然后包括我的姨妈的女儿全是我姨妈的女儿都是考了工作的全是有工作的也是姨族家 啊 如果然后我你就天天来找我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在和你谈恋 然后就说了我一顿 然后就所有的亲戚朋友就说 呃 因为我爸爸他们那边的话 就是可能就你们支持叔叔打个姿词好不好 在公平上打个姿词 如果自己说我 就是说你怎么样 找一个遗族的见习族呀 还有包括生活习惯呀 还有就说各方面的话就比较一致吗 那 就就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习族 你们的还有节日还有过年 还有比如说家里就是老人去世呀那些 我们去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就跟比如跟其他民族都不一样的 很多风俗习惯吗 真的是很多都不一样的 对不对 咱们这种家人们就可能跟平时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多不一样 对不对 哇 谢谢啊 谢谢谢谢这个同胞 这个谢谢这个小伙伴哈 然后 所以的话就是说 呃 他们全部的人都 说我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就是说帮我 或者说 站在我的角度考虑的时候 所有人都这样 指着你这样说你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点崩溃了 知道吗 我就 我就很难受 我就觉得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也觉得他们都是 都是我的家人吗 都是你的家人 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 家人 就是对着干嘛 对啊 而且我就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现在慢慢的 我觉得我都这么大了对不对 而且有可能很多事情很难 真的很难的 大家看过我直播的叔叔啊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是一族 看过视频的也应该知道 视频里面的也是我爷爷奶奶 怎么办 咱们只问这样嘛 怎么办 所以就说 如果有一天我和一个 其他民族的在一起 其实我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而且我要捂着耳朵 捂着耳朵 勇敢的往前走 然后这样家人才会 那他们才会怎么样 就是我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很多很多的勇气 我还需要心里承受很多 我才能 就是 那这个样子啊 今天 那比如说 就可能因为叔叔嘛 我也人生地不熟的 在你们这边啊 你知道我每次来看你 我开车都要开两三个小时 就是可能今年啊 如果叔叔 有些时候 像我刚刚说的 我死皮赖脸的 我后脸皮啊 我每天还来找你 那他们会不会生气呢 我觉得他们一直生气生气 一直都在生气 我意思就是说 就算他们生气 然后他们就觉得 我是个不听话的人了 他们应该会放弃我的 啊 那他们会 比如说来赶我走吗 不会 这个不会 不会 他们会不会有 他们如果 比如说像你 像你那个哥哥一样 你有个表哥吗 他那个脾气那么怪的 他会到时候动手吗 他万一 他把你的话 我就打他 听到没有 他说 今天他说 如果他们这边有人打我 他就打他 哈哈 来叔叔给你点个赞 哎呀 真的啊 不枉不枉我这么 平时这么 对今天这么好 他终于他说了一句话 我很感动 他说别人如果欺负我 在他们这边啊 虽然叔叔其实我也牛高马大的 我一米八几啊 他说别人打我的话 他就帮我打他们 哎呀 这姑娘哎呀 你太怪了 其实就是说叔叔 就是 嗯 怎么说了 就可能就是说 因为你经常来找我 他们就觉得我在和你 干嘛 和我干嘛 就是 有点 有点什么 觉得我们谈恋爱吗 对 他们就要 他们就要 干嘛 就要 就是说说我吗 哎呀 没有人支持的 真的没有人支持的 但是啊 我觉得就是 咱们说你打个姿势 好吧 我们就算做朋友的话 叔叔就是啊 呃 可能他们不会做朋友的话 我觉得刚开始 他们会一直 吉尼呱啦 吉尼呱啦的说 但是到了后面的话 时间会这么一切 那如果哈 今天 哎 他们说你啥 你不听他们的呢 因为我这个人性格不急不着的 我就喜欢 你不听他们的呢 就是说哈 咱们主公家们 很多人就说 平时在给叔叔发私信 和我看你们在评论区说的 也就说 哎呀 叔叔你带着几年私奔吧 你们怎么怎么样 我说实话 因为吉尼这姑娘我很了解她 包括你们大家也看得出来 这姑娘 她全家人 她是家里面的顶梁柱 她的妈妈 她平时自己去做尖子 自己拆拆茶叶 一个月可能赚得了 可能三千块钱左右 她平时她自己 她妈妈她得养 她得养她妈妈 还她养她的爷爷奶奶 她一家人 你们说可能叫吉尼 跟我一起私奔了 那他们家人怎么办 对不对 咱们主公家人 就无论说 我觉得哈 因为这个点 这个方面 我其实挺理解她家人的 就怎么说呢 真的如果今天 她为了叔叔 可能做了一些冲动的事 那她的家里面的人怎么办 咱们直播你家人 就可能 我们不能因为说 他们家的人 可能有一部分 不喜欢叔叔 咱们就把别人给抛弃了 对不对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咱们不可能因为这一点 人家的一点点 可能一点 也现在对叔叔的误解 咱们就把别人抛弃了吧 这不可能的 对不对 因为人家身上 几年身上流的血 也是他的家里面人传承下来的 对不对 私奔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太幼稚了 对我们可能私奔 咱们真的 因为这样的话 会让自己的父母很担心的 我觉得可以 咱们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理性的来解决这个事 对吧 包括这个样子 也对他们家里面的人 罗叔叔阿姨叫我私奔了 怎么可能呢 私奔的话就太冲动了 毕竟都20多岁的人了 还玩这些私奔消失的话 那家里的爸妈呀妈妈这些年纪都一大把了都 他们还让他们担心 然后他们这么年纪这么大了 他们又帮不了我们什么 让他们担心 他们就会很难受 很难受的话 晚上也睡不着 失眠呀 这些 又等他们老去的时候会后悔死了 所以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那能够做的是啥 就可能 以我们的行动来证明 对不对 就可能是会有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是一个星期 也可能是一个月 也可能是半年 也可能是一年 咱们用时间来证明好不好 咱们主公家们 就可能虽然说咱们 我听不懂他们家的语言 但是我可以慢慢用行动 比如说咱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啊 我可以慢慢的对他家里边也好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嘛 我平时我在看他的爷爷奶奶 然后我也可以尝试着跟他们家 他们家的其他邻居也接触接触 好事多么 我也觉得啊 两个人只要真心在一起 真心 真感 谢谢关注 谢谢啊 谢谢点的关注啊 去夜总公司上班 你们觉得他多久去吗 叔叔就是说 准备接我 他说去他们公司上班 你跟你妈妈提过这个事吗 我跟说过呀 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 为什么 我一个年轻女孩子上的学 我一个年轻女孩子上的学 为什么不就留在家乡 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只是想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想多陪在我的母亲的身边 因为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 因为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 我又结婚了的话 我当我自己又如果当妈妈了 以后有孩子了 我就没有这么多时间陪在母亲的身边 所以我现在还算是妈妈的女儿 我就觉得能多陪在他们身边每一天 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 对 你待会 他们也会很安心 你表哥会不会来找你 有可能 哎呀 我说实话 我有点怕他的表哥 因为前天我跟他打电话 我跟今天打电话 他手机没带 然后是一个拦着接着的 我当时我直接 我特别冒火 我直接我就 我就有点上头了 咱们主人家人的 我就直接跟他表哥 就是有点语气 我觉得我有点没控制住 这个可能 哎呀 也是我没想的周到 因为他表哥 他直接接着电话 就是女气的话 就特别的 就是那种特别冲动 你们能够能明白吗 然后我也就是说有点激动 因为一个男人一下接着几年的电话 我还以为是他的男朋友呢 当时 我真的直接给我气了 这马上换机了 叔叔陪你去城里边玩一玩 好吧 我帮你去买几件衣服 好不好 咱们直播家人们 我上次说给几年买衣服 到现在都还没去 因为前几天跟他分开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带几年去城里边买衣服 买什么衣服 今天这叔叔一片新衣 你看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你们看 咱们直播家人们 叔叔这几天不是我跟几年分开了吗 叔叔就把几年加的一些鸡蛋 土鸡蛋 他送给我的 我都摔碎了 你们可以看我们后有一个视频里边 我就不小心 我真的没拿稳 当时我没控制住情绪 摔碎了 哎呀 我也觉得很对不住几年 我可以给他一定的补偿吗 高几年 就当叔叔 给你的一小点点的补偿吗 因为叔叔觉得让你伤心的 我觉得我挺对不住你的 好不好 今天 你就 哎呀 就就我就买两件 就只买两件衣服 好吧 我陪你去城里边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带几年去买两件衣服 咱们直播家人们 我就看最近嘛 这几天 拍不拍视频 咱们直播家人们 你们说 买衣服还要拍呀 哎呀 万一 万一他们想看呢 万一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想看 你们说 买衣服拍子好尴尬呀 还要试衣服这些 你们说叔叔到时候 给几年买衣服的时候 我需不需要用 拍拍 把这个记录下来 我拍 我拍个视频 到时候发给大家 也可以看一看 好不好 大家都帮几年挑选一下 又做记录 那全程都没隐私了 哎 就咱们拍视频 拍着玩嘛 今天 哎 真的 你们真的受叔叔的动力呀 就说实话 你们看 包括叔叔平时拍视频也好 开直播也好 真的就是记录生活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利益 对不对 但你们就是我 比如说拍摄视频啊 这些拍拍小吉年 给大家分享 这个美丽的 这个姑娘的一个动力 对不对 你们看这个姑娘 多可爱呀 又漂亮又善良 对不对 咱们就把这个美丽的小姑娘 分享给大家 谢谢叔叔阿姨们的喜欢 因为 他们也的确比较喜欢你 谢谢 对不对 感谢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们的喜欢 以后有机会 有时间 你们今年 11月20号我们一年月到的时候 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 我给你们杀鸡烤鸡吃 对对对 我都算了一下 我都算了一下 咱们至少别摆个几十座 没关系哈 今天你家的羊啊猪啊杀完了 叔叔到时候 叔叔 剩下的叔叔出钱来 来来办大家的招待 来招待大家哈 叔叔花钱 叔叔出钱啊 结婚 结婚吗 你们在说什么 我说实话哈 今天 就因为叔叔 不知道这句话该不该讲 因为毕竟 无论叔叔是以任何的身份 在你的身边嘛 哪怕我是以叔叔 还是以朋友 还是以哥哥的身份 我觉得我可能 我都想对你讲一句话 真的 这个你一定得听叔叔的 就是说 唯独哈 任何事都可以听爸爸妈妈的 也可以听家里人的亲戚的 唯独 只有一个事 真的 就是说 结婚 你自己的伴侣 你一定要自己做主 为什么 自己的伴侣 是你这一生 唯一一次 自己主动可以 自己主动选择亲人的机会 就你自己主动选择亲人 就只有这一次 就是你的伴侣 对不对 咱们主婚家人们 就可能结婚 是一个人终身大事 你是他唯一一次 可以自己主动的选择自己的亲人 对吧 他可以看 这个人可以 这个人跟我合得来 这个人以后跟我过一辈子 觉得合适 我就可以选择他 这他可以自己主动去选择的 他也可以不选择他 他自己 就这一次机会 对吗 知道吗 今天 所以说真的 就这一个事 就是希望你可以自己做主 其他事 比如说你平时穿什么好看的衣服 你平时吃什么 也干什么事 都可以 你的家的亲戚朋友 都可以帮你做主 但结婚 你一定得自己做主 真的 马上55万粉丝了 婚姻自由 真的 自己选择幸福的 这个机会 对对 我看有人打出来了 自己选择幸福 对 哇 咱们直播家们 你们懂得也太多了 你们懂得也挺多的 可以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幸福 叫哥哥 对对 其实无论我是以什么身份 其实对我来说 真的 我觉得无论我是以哥哥的身份 还是以他的朋友 还是以叔叔的身份 哎呀 我都想通了 我也想开了 因为这几天 我自己 我一个人想了很多 我觉得真的 只要能够在几天身边 无论是以什么身份 我都可以 我觉得都行 好吧 今天 真的 咱们只要能够 让你的家里的人接受 住属于无论是 任何的身份 在你身边 我都觉得可以 我都觉得值得 这一天 无尽无尽密闭 欢呼声人 飘在空气里